蔣宋美玲这个角色 蔣宋美玲 她是一个 就是她人生观跟价值观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 非常勇往直前的 她碰到问题是 她就是解决 而且她也非常清楚 她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她也非常清楚 大环境是什么样子 容许她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那我想就像刚刚两位说的 我们都没有要去批判 这个人的 对她对还是错 她对这个国家到底是 是罪人还是伪人 我们不去说这个 她其实对于我想一般人来讲 就是说她是一个 时代女性的一个代表 然后她有她柔美的那个部分 也有她坚毅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也是很觉得说 瑞香来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真的是很惊讶 但也觉得说对 就是瑞香来演 其实还蛮贴切的 是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她以一个时代的一个女性来讲 是不是有一些女性主义的色彩在里面 是你们想要去彰显的 就是说一个女人 她其实不一定是走在丈夫的后面 她还是可以有她自己的一个 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她自己的一些这个精神想要去凸显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 对 但是我们会觉得 我会觉得还蛮好奇的 对 其实刚才市委说的没错 来看我们的戏 你就知道其实蒋夫人的故事 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 而且还很精彩 是 因为蒋总统她是台面上的人 对 但是我们知道真实有趣的故事 常常在台面之后 对 所以我们借着描写蒋夫人的传奇故事 其实可以把这故事的 更活灵活现的 立体感的表现出来 那么至于你说到的这个女性主义 其实这个东西 算是比较时髦 在她们那个时代 并没有很刻意的 把它当成一个课题来讨论 但是她个人的个性跟行为 实际上已经实践了这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是后来才说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 会有这个课题可以讨论 爱过去高飞 想参谈明天飞去 就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爱你 爱你 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 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 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 拥抱我们的女性主义 拥抱我们的女性 换醒了清脆山林 静静守候 草山的风 是划过天陪跨过天际的彩虹 洒下了一片花痕 绽放在心中 绽放在心中 我对妈妈的地下了一片花痕 我对妈妈去玩 我抱抱妈妈 我抱抱妈妈 我抱抱小抱抱 我抱抱抱 妈妈有一个爱 一个短�ится的问题 希望你永远平安 unexpectedly开了 galaxies Zither Harp 爱来回来轻轻担 有大家不伴你就会孤单 因为阮水就哭哭 你是阮的生活 爱的血路轻轻担 有大家不伴你就会孤单 因为阮水就哭哭 有大家不伴你就会孤单